那當然這個部分你做出來只能夠在那個繁體環境下面 可以這個walk 那當然如果在其他環境出來他可能看不懂 所以前面講過多國語系這很重要 你要假設英語系國家 他可以看到英語系 這很重要因為全世界最多人使用英語系的這個部分 那當然你可以在這個地方做一個多國語系 另外是日文 然後其他的話韓文等等的 甚至比較常用像簡體 OK那怎麼做我想前面有有一個 講過了我想比較重要的提示就是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 Add什麼new translation 然後把相關的翻譯把它放上去 那自動會產生這個values 這個values裡面的就自動會有英文-en-ja-ko 等等的 還有那個-zh-rcn 這幾個目錄這個會自動幫你產生 那裡面一定會有一個什麼一個stream 你就先把原來的這個stream 把它 加上去 那加的方式的話呢 你可以直接這邊 我這邊是add 好幾個 就是str1到8 那裡面的話分別對應的就是 比如說最喜歡的球類運動 籃球 籃球 足球 棒球等等 上面有的 通通顯示在這裡 還有什麼 供給項 有沒有 那因為 這個地方你會想說stream7跟8 這需要嗎 6到8這幾個 為什麼需要呢 因為將來在程式 撰寫的時候 你的畫面上面的這些訊息 雖然有多過語系 可是呢 底下顯示出來的這些 在程式裡面顯示的那些語系 也要把它翻譯 不能說翻一半 所以呢在多過語系裡面的一樣 也要做翻譯 那翻譯的話你可以透過那個Google的 翻譯去幫你翻譯一下 然後稍微把它放過來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這地方這地方的話有resource 反正就是這幾個字串 我是把1到7 str1到7 分別把它加進來 那 這地方第一個 不過多過語系的話 等你們有時間再來做好了 因為這個蠻花時間的 但是觀念有就可以了 OK第一個請貴先把這個畫面先做出來對不對 那再來的話呢 我要讓他walk 當我點其中一個的話 這個是預設的嗎 點籃球 籃球要出現 一項 點足球 足球要出現 兩項 棒球 如果你打勾一個取消的話 他會怎麼樣把其中一個去掉 然後呢後面的項目 可以把它拿掉 那這個部分的話 程式該如何撰寫 其實這個地方當然跟前面一樣 第一個也是什麼 先宣告 那宣告的部分的話就是看你畫面上有用到的 一個 兩個 三個 還有底下四個 所以你要宣告 幾個呢 這四個有沒有 有三個 Trackbox加一個 TestView 對 然後呢再連結他 所以 宣告連結 再來事件 那事件部分的話呢 當然我們是針對哪部分呢 針對這一個 這一個 這一個 有沒有 因為 他當他有被點擊的時候 我們才去做動作嘛 所以這三個 要做事件 所以呢 根據我們之前所做的 呃 這個從好了 開始的這個方 撰寫方法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基本上都是一次的 第一個 宣告 要物件 那幾個呢 有沒有 Trackbox三個 TestView一個 OK 應該沒有問題吧 就是 反正你上面看到的有什麼呢 你就做什麼動作嗎 應該應該沒問題吧 再來做連結 這個我想跟 Hallow的也是一樣 這個 對應到他 那他要能夠被被實體化 被 這個 這個walk的話 你必須透過翻譯把ID 去把 畫面上的這個東西 我要去 抓過來 在城市裡面walk的話 那你必須什麼 建一個物件給他 CB123 加一個TestView 三個東西 對不對 那這樣